哈喽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柳哥游戏解决直播现场 我们来看本场比赛 左边的话是日本队的少年 右边是中国队的小孩 今天晚上比赛来 咱们中国的大佬万三个 他赞助今天晚上的三对三这场比赛 那预告一下 今天晚上这个三对三打完之后呢 咱们之边的另外一位大佬 一步他又赞助了一场抢失误的小孩对战一梯的比赛 打完这个三对三之后呢 是一部大佬赞助的抢失误的小孩对战一梯 好吧 所以说今天晚上非常难得 首发是选择了玛丽 不过玛丽这一上来 被对方折腾了 已经是25连之后 还有对吧 还有不到八个血量了 不到两个血量 死是了八个的血量 小孩在LNBC开启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几乎被对方缺乏连到了只剩一个轻拳的血量 哎呀 一个调中腿 那么现在的比赛 小孩要加油了 路过的朋友 大家给主播点个点点关注 白战满胜啊 又是一个C头 现在顺影来打对面的 那加德 少年 这里小孩中生龙 第一时间确认 单发确认出自己的超上 那现在还有机会 对方的BC已经开启来了 下逼之后 包BC 确认 松龙一段 再来一次 这里为了干掉对方 也不列丝 对几最后最后最后这一颗气了 直接上了 上了大招 欢迎辉 升到六级团 六合顺太野了 六等啊 忙完了 好了 咱们来看变场比赛 左边的话是少年 右边是小孩 漂亮 可算是哪下 感谢六合顺 蔡尹大佬的热气游戏 六合顺 兄弟的大忌戈 欢迎乡自听 晚上好 这剩一个八神了 怎么办 这个八神是小孩的招牌啊 很多朋友在看拳王十四视频 都是通过小孩八神认识小孩了 对不对 谁赢了 刚才是那个赢了 少年的 顺眼赢了 人家玩得漂亮 不漂亮吧 兄弟们 小孩单 生龙第一时间 取消出八子里 但是这打不死呀 第一把没开张啊 小孩还有三个币 你猜对了吗 还有三个币啊 他还有三个币 还有 不要说小孩拉 他现在 还是有机会的 还有三个币呢 打完他最后一个币 你再说他 到底是拉还是不拉 好吧 别着急下定论 他擅长打这种逆风举的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哈哈哈 图案 我能吃 我来看本场比赛 左边的话是 少年 右边是小孩 小孩还有三臂 少年赢了第十一臂了 哎呦我去 简直这个纳加德 小孩对他 很多人都说小孩怕纳加德呀 名不虚传 就是不会打纳加德 好 同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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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1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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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费掉这个气,那现在比赛变成安多诺夫。哇,这个小孩上一把是吃过这个亏的,你们记得吗? 太强了。安多诺夫来了,超高的输出力。 啊! 上楼。 对面把气爆掉,准备来打连击招。小孩下盘两点之后,爆bc了。 这里还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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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 完了!哎呀,大哥,这里怎么又失误了? 啊,简直了,这个失误连续两个低级失误,害了他自己。 哎,这个基本功也是有点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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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那啥了。 好了,咱们来看接下来场比赛。 小孩还有两个b了,他只剩两个b了,兄弟,他只剩两个b。 对面还有四个b,一b未丢啊,对面一b未丢。 四个b。 嗯,Bluemarine的感觉不太坏了。 不要着急,啊! 好了,大家晚上好,欢迎朋友来到这部电,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来对于少年对战小孩的比赛。 好? 这家伙套路比较多 这棵幻神战术不知道能不能对少年造成一场干扰 少年打起12分小心 开始拉开距离 这个生龙又空了 所以说又给对方一个确认的机会 现在娜加德还在台上站的 小孩的手发已经下去了 还有中间顺应 手底巴枕 路过小伙伴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 好吧 兄们 那现在本场比赛是小孩的顺应 对着 好好好 下排点点之后确认上大招了 嗯 实际上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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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进了小板 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 大家晚上好 我们来看本场比赛 左边 少年 日本少年 右边是中国队的小孩 小孩的爱丽丝很强 怎么不上啊 爱丽丝打 娜加德不是特别 呃 特别好打啊 有点被克制的感觉啊 他人物也是有相克的 他人物也是有相克的 加油 把神手底来打对方的两块血 好的 爪子取消鬼花 两段三 动拳再取消鬼花三段 那么十二点之后对方AB出来 小孩跳谁 闪逼 开比赛了 这套连段 要收割对方的顺影 看到了对方的安诺诺夫了吗 就剩这一口气了 小孩努力一下 唉 吓他个人啊 要不要我上啊小孩 兄弟不行我上吧 我替你打 我替你打就算输了 也不会被喷 对不对 我要为国争光啊 这场比赛对于少年队啊 来说 现在是 对日本队的少年来说 还是觉得优势的 B车上觉得优势 啊 啊 好疼 广州好收罗啊 哎呀不没有办法 这个是无德的 不好缺乏的 挑谁想炸一波 挑逼 自己压 偷下盘 没偷掉 对方保险爆掉 小孩小鞋 哇差一点 啊 哇差在那里又是 确认出来 猫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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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的 那现在 不要慌啊 不要慌 不要慌 一臂孩来了 最后一个臂 那日本队的少年 我日本那边 我跟你讲 今天晚上这个比赛打完 日本队 日本国内 圈黄十四圈子里面估计要炸了 小孩被打成这个样子 大家得继续搜 咋的哪 现在所有的压力都留给了一梯了 一梯这里很难受啊 啊 简直是什么 这个场面 让我想起四个字啊 吹枯拉朽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刚才这个场面的话 你还能想出来什么哪个四个字啊 那现在比赛是变成了那加德继续来站小孩的中间 嗯 顺影 顺影在军设定上是来的中国队的一个主角啊 少年 嗯 嗯 回家睡觉 打完这场比赛之后 咱们直播间大佬一部大佬也是安排了一场 呃抢十五的比赛啊 小孩对战一梯啊 哇 啵 上海上走 嗯 爹 走 哼 吻 玻璃 我问你,有什么不错的状态? 我说的,你不不错的状态,但我会那么强述,我会不怎么回事。 但我没办法状态,我会不错的状态,但是我不错的状态。 我对你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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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是咱们的中国的选手 欢迎黄老师晚上 那这场比赛对于 少年来说是差了赛点局了 小孩这里也没有援助可以叫啊 毕竟不是两天呢 兄弟两千玩多了 十四次就荒废了 八神现在有三个气的资源 而且他许亮 相对来讲少了太多了 挑贼 没有出百科哲 那挑递扛上三号向插 对方 哇靠单发又圈出自己的超差 小孩中逐对空 四七八神 下笔篮单开PC了 这里准备要上大伤害领导才可以 拿下毕竟这是对方的中间 回撤 不行 大哥 好了那本场比赛 你觉得谁能笑到最后 谁能笑到最后 我说女生们 结果小孩被淘汰 好啊 好啊 我们说 我能让你再试一遇 看到